今天的講座題目是來自於這本書啦 自在修煉 因為這本書它其實已經出版好幾年了 但是我們很多學員 大概以為書名是40吧 那 注意它上面有自在修煉 這本書是 那個在賽斯基金會裡面 在帶賽斯書的時候 我遇到很多學員 他會提到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都是關於 賽斯跟宗教之間的差異 那有的人 會因為有宗教信仰 而對賽斯裡面的東西 懷疑 有的人會 學了賽斯之後 對原本的宗教信仰 感到懷疑 那到底誰說的是對的 誰說的是對的 你說的是對的 好 謝謝 那 你超越賽斯跟宗教 等一下會有人來摸拜你 小心點 那你 到底 哪一個講法是對的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相信在座 有這方面困擾的 依然還是有 你學很多年 還是有困擾的還是有 學很多年 你也可能忽然就破功了 對不對 學的時候都沒有問題 什麼時候才會有問題 遇到困難的時候才會有問題 對不對 今天有人學習學習學習 有沒有人學賽斯三年得癌症的 有齁 你對得起賽斯嗎 沒有問題 對你今天如果你學了三年得到癌症的話 你看到身邊的人 看到身邊的人 各個都是得癌症進來都好了 只有你逆其道而行 對不對 別人走 從南到北 我就要從北往南 看誰厲害 那 今天如果 一個人 他從小接觸的是宗教信仰 在他 來到賽斯學習的十年之後 十年 學完之後 忽然有一天身體生病了 各式各樣的疾病 他有沒有在那一刻 有沒有可能在那一刻 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這是癌症嗎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我們有一些觀念 它是根深蒂固的 它沒有那麼容易拿掉 可是這根深蒂固的觀念 會造成我們的困擾 好 一個疾病 當它來臨的時候 到底是出自於信念還是癌障 出自信念還是癌障 請問你能 提出證明嗎 請問你能拿出證明嗎 這是一件非常拗尿的事情喔 請問你能證明 信念它能創造實相嗎 請問你能證明癌障不存在嗎 請問你能證明人死後 輪迴都會變狗嗎 請問你能證明人死後 輪迴都會變人嗎 能不能 沒有人能證明 真的沒有人證明 那你今天來這邊學習 跟你原本的宗教信仰 你今天如果都原本都沒有宗教信仰 也就算了啦 如果你從出生然後到現在 30歲 40歲 50歲 接觸到賽斯之前 你對人生完全是一片白紙 你以前也沒有聽過閻羅網 也沒聽過觀世音菩薩 路邊也沒看過廟 因為你都仔細在玩手機 那你在這一路上 從來不知道世界上有宗教信仰這件事情 然後一來團體之後 有人提到上帝 上帝 什麼是上帝 有人提到觀世音菩薩 誰是觀世音菩薩 有人提到拜拜 什麼是拜拜 有人拿到香 什麼是香 你這叫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 請問這個世界上 有人到40歲一片空白的嗎 有耶 真的 就是那個秀斗的人 謝謝 我們其實基本上每一個人 不管你有宗教信仰 還是沒有宗教信仰 我們所謂有宗教信仰的人 比較虔誠的 譬如說佛教有受過三規一的 基督教有受過受洗的 可是 幾乎還有更多的人 他根本也沒有皈依過 也沒有受洗過 請問這些人有宗教信仰嗎 有 幾乎各個都有宗教信仰 只是有人信一教 有人信兩教 有人亂七八糟信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有人遇到困難的時候 這裡拜拜那裡祈禱 然後 那這裡再做個法會 反正有效的都可以 對不對 有啦 我們在那個醫院裡面 常看到很多人都是這樣 得來症之後 早上去教會 一起祈禱 下午到廟廟一起拜拜 然後晚上再找個 找個那個廟宜 一起去靜坐 好 今天 你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我問你 這麼多的信仰 這麼多的真理 到底哪一個 對你來說 你覺得是真的 你要怎麼去選擇 你所相信的東西 這些東西 這個世界上 都沒有任何科學方法 可以印證的時候 科學能不能 科學能不能證明 有沒有關心菩薩存在 你今天如果是科學家 國科會給你一百萬 讓你證明關心菩薩是真的存在 你敢去申請嗎 對啊 提出證明啊 你敢證明上帝存在嗎 上帝存不存在 他是靠什麼 上帝存在是靠感覺 你現在感覺到了嗎 你感覺不到嗎 你看到師父頭上有光嗎 如果沒有的話 修電燈 那你 光在哪裡那麼清楚 你都看不到了 一修電燈二修眼睛 好 那你 那我們今天 今天在你的世界裡面 有各式各樣的真理 各式各樣的想法 各式各樣的宗教嘛 那我們有些人會學 宗教信仰 學到最後 會有點 不放心 或恐懼感 有沒有 有啦 會啦 因為我們其實在那個信仰裡面 因為信仰它在偏正面的時候 其實 就有那個夾帶那個 負面的因素在裡面嘛 對不對 對不對 譬如說我們今天如果去 去拜拜嘛 我們拜拜 我們去拜拜很多人 都是去許願嘛 對不對 不然你在拜什麼東西啦 齁 真的啦 就 我媽有跟我講過 我媽跟我講說齁 我覺得 生命很可憐 不是不是 我媽跟我說 生命很可憐 大家來找人 找人 都是有目的 你沒有真正的朋友 然後 然後我媽媽說 所以你去找他 是怎樣 媽媽說 我也是有目的 我們不是要求財嘛 就是要求健康嘛 不然就是求小孩考試順利嘛 老公工作順利嘛 欸 對啊 好 這些神明 你去求他 你求完之後 求完之後 你有沒有得到 另外一回事喔 好 你今天 今天去跟神明許願的時候 你的願 你的願 有沒有辦法講得非常的清楚 討論說 我現在要創業 我如果賺到 一百萬 三個月賺到一百萬 我來答謝金牌 五十萬 點贏 二十萬報到的 五千 我怎麼報到的 我怕眼欸 啊那 可以嗎 可以 你可以數字講得這麼精確嗎 啊 那如果你賺的九十萬 是金百 還是點贏 沒有到一百 所以要精算 所以討論說那我怎麼會給 好那你 好 你今天去求 求了對不對 好你今天去求 求完之後 求完之後 你在求的時候 他勢必就是有相對的嘛 你要回饋嘛 對不對 就是人在跟神明求的時候 都有一個相對應對價關係嘛 幾乎都是這樣 好 你今天求完之後 如果 你 求完之後 真的 三個月後賺到一百萬 你可以 大聲的說 這好像在賣白 這我自己賺的啊 怎麼沒有關係啊 你可以這樣嗎 這我自己賺的啊 我以前沒有拜嘛 賺一百萬 我沒有賺 還要賺錢 還要賺錢 你可以這樣嗎 你敢不敢 好良心過不去 好OK 良心過不去 假設你今天鐵了心 因為齁 因為那個 那個拜拜的地方齁 是你們愛人 阿姐介紹的齁 在宜蘭的增加 那你從台中跑 跑過去拜 現在你不賺錢了 想到要去宜蘭的增加 那太太遠 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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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還原太遠 要去那些高隆匯 又要一個金牌 又要去 沒收一收去 好那OK 就這樣 好 那你今天如果都沒有去還原的話 你覺得 土地公會報復嗎 會不會 你說他會收去嗎 還是 欣然接受 你覺得他會怎樣 他欣然接受 不要插筆就好了 對不對 反正他已經欣然接受了 沒關係 沒關係 應該也不少人 欠錢都沒還了 好 你會覺得他欣然接受嗎 還是你心裡會有疙瘩 心裡會有疙瘩 好OK 心裡會有疙瘩 你如果 開車跟人插撞的話 然後 剛好賠了那個 大概一塊金牌的錢 你心裡怎麼想 報應對不對 土地公在收去啊 對不對 土地公在收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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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對他有疙瘩 你就還他 你不還他 他就會找你報應啊 報仇啊 對不對 這是許多人的想法 這是民眾普通的想法 你只要有求於人 你就一定要有所回饋啊 你如果不回饋的話 你可能就會有災難 好OK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一一 來跟大家破解 因為這是 這是信仰上的一個難題啦 那 我們信仰上齁 人在那個 進入到一個身體齁 比較 這心靈上齁 比較 焦慮恐懼擔憂的 那個狀況的時候 其實 每一個人 都希望他的人生 能夠有所改變嘛 幾乎大多數人 尤其是 是在你遇到 重大的那個 苦難災難的時候啊 每一個人 都會希望自己的人生 有所突破 跟有所改變 這也就是 身心靈課程喔 在我們這個時代喔 人越來越多 課業開越多 但是人始終就是這麼多 因為 我們每一個人 都會有遭遇到困難的時候嘛 對不對 每一個人都會有 每一個人 在他的人生的道路上 你有時候考試不順利 工作不順利 然後你可能健康不順利 或是怎樣不順利 於是 人 可能就會祈求一個 外在的力量 來幫助自己 好 外在的力量我們剛剛講過了 宗教信仰也是 身心靈課程也是 可是 你今天在這些真理裡面 你要怎麼去 找尋 對你來講最有利的啊 對不對 宗教信仰它不是 人家強迫你去學習的 是你自己選擇的啊 你自己選擇你要選哪一個對你最有利 你覺得哪一個最好啊 哪一個最好 對不對 當然有的人選擇是神啊 有人選擇就是你選一個比較 你比較信仰的神啊 以前我講過一個故事就是 我門診個案的故事啊 他就是來看病啊 身體虛弱 四肢無力 然後進來跟我說 黃醫師 我都要死啊 你如果有病有要醫 都要死沒有醫啦 對 你要講一個你心臟有問題 身臟有問題 肝臟有問題 那你都要死啊 沒有醫 好那 我問他說你想要都要死啊 你說齁 我告訴你 我有剖色彈去噴色湯 我都要死啊 我說是怎樣 我說因為我老啊 我年紀大了啊 那家裡 我那個拜拜拜了十幾年了 拜兩尊菩薩 拜兩尊菩薩之後齁 最近年紀大了啊 行動不方便啊 我弟弟要接我去他家住啊 我總不能把菩薩也接去 帶去他家住吧 於是我就走辦公司啊 辦公司年輕人來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齁 我先把那兩個菩薩用報紙包好 然後跟他講說齁 那兩個菩薩 那兩尊菩薩齁 用格勃勒嘛 兩尊菩薩齁 幫我送去某一間大佛寺 把他供奉起來 齁 然後他就說 那年輕人說哈哈哈哈 然後他們就搬走了 搬完之後過兩天 我打電話去辦公司說 那兩個菩薩到底有沒有送去 佛寺啊 那年輕人跟我說 菩薩什麼菩薩 我們沒有看到菩薩耶 對 他說 就報紙包的啊 那年輕人說 報紙包的 我以為是垃圾 我丟到垃圾桶了啊 他說齁 從那天開始齁 生命收起了 四肢無力 走路無力 我怎麼越想越不對 我死了 我就要死了 菩薩本來是 要去佛寺吃光 現在怎麼補血了 怎麼去噴熱湯吃糖 他說 到底是要怎麼做就好了 這個個案齁 過了一個月來 性高材力的走進門診 我說 你是怎樣 王醫師我都好了 我說你是有什麼情況 你菩薩找到嗎 他說不好 菩薩現在來找我麻煩啊 我長受死啊 菩薩 你這個 你這個 這個就是齁 人對 信仰的一個 謎思 選擇 選擇 選擇一個 你覺得 最有力的 可是 當你把力量交透出去的時候 他會產生問題嗎 也就是說 你交出這個力量的同時 他從同時也會在你心裡產生一種 你如果不追随他 就会有恐惧感 好 OK 今天我们在宗教团体 跟圣经理团体里面 会有各式各样的讲法 业障 来自神的试炼 上帝的试炼 信念创造实相 这些都是你认知的真理 每一条都真理 真理跟真理还打架 你不知道哪一条是真的 请问你要怎么选 哪一条真理 对你来说最有用 哪一条 你信起来最有力量感 人的头脑是存在于 于性的啊 对不对 哪一个对你来说最有力量感 我 我们这样讲好了 你今天如果生病 你今天如果是 工作不顺利 我们认为是业障造成的 业障怎么治啊 业障怎么治 你能治业障吗 你要找法师 还是谁 还是谁 如果这个治丸你依然并没有起色呢 再找另外一个法师 如果还是没起色呢 再找另一个法师 那到底要找几个呢 对一直找 一直找下去 所以它是一个死胡同 如果你今天刚好找完第一个 你就痊愈了 你会更加的相信 业障 好 假设 你今天 你知道这个治疗方法 它是什么 它解决方法 它是什么意思呢 你必须把你的解决的力量 交托出去 因为你本人 没有办法治疗业障 这个问题 解决业障 这个问题 好 今天 如果你的人生的不愉快 是来自于神明的试炼或惩罚呢 你有办法解决神明吗 你有什么说吗 什么说 你会捉上什么说 你也捉不着 捉我 好了 那 你今天要找来 谁去帮你敲 没有 所以 我跟你讲 你今天在你的人生的道路上 你如果生病 你认为是你的信念起冲突 你今天如果事业不顺利 是你的信念起冲突 你今天如果爱情不顺利 是你的信念起冲突 你知道问题的核心回到哪里 自己 自己比起业障 比起神明 是更简单的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回到自己 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所以 我们要把每一个人拉回来 就是要让你从自己 来解决你身边所有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 通通都是你创造出来的 对不对 你创造出来之后 才有这些问题要解决 好 那你到底要怎么解决 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些问题啊 发生在你身上的 人们过去从那个 中国信仰里面也 学习很多方法啦 可是 你来到 生经理团体之后 我跟你讲 解决问题的方法 简而言之 就只有四个层面 就是我们这本书里面 要给你介绍的 四种层面 不是四十个层面哦 就只有四种 四种层面 如果四十个层面读太久 四个的话就比较简单 那 四个层面是哪四个层面呢 第一个是 信心 第二个是 觉察 第三个是 静心 第四个是 爱 就只有这四个层面 你这四个层面 好好进去练习 而是同时练习 不是一次练习 你慢慢练习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力量 它就会产生出来 因为 我们所有的问题 它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这四个层面 它其实在 每一个生经团体 跟每一个宗教团体 都有提过 可是 我们稍微跟大家 厘清一下 让你在练习的时候 可以更轻松 更自在 我们第一个讲 信心 信心我们刚刚已经 稍微提过了 所谓的信心是什么 信心到底是什么 你相信现在天空没下雨吗 这需要相信吗 抬头看一下就看到了 你相信现在是2点25吗 抬头看就看到了 你知道 台湾现在总统 你相信昨天的总统是蔡英文吗 这需要相信吗 这需要相信吗 对 事实 我们所谓的相信 到底是什么 只有未知的事情 才需要相信吗 已知的事情 还要相信什么 就已经知道了 还要相信什么 你相信台湾 2020年的总统是 我不能讲 那你 你是要我投党参选 不要闹了 因为 未知 所以才有相信 如果是已知 就没有相信的问题了 对不对 什么叫做未知 何谓未知 今天有一个人 他罹患了疾病 今天是高血压 糖尿病 今天是 癌症 痛风 任何一种疾病 你相信 你会好吗 他就是一个相信而已 你相信 你不会好吗 他就是一个相信而已 每一个人的相信 都是不一样的 在同一个诊断里面 每一个人的相信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 如果在心灵团体里面 我们今天讲 糖尿病 是会好的一个疾病 你听了有感觉吗 糖尿病 是会好的一个疾病 今天坐在这边 听着有感觉的人 只有 糖尿病个案 其他每一个人都相信会好 因为他根本没病 是不是 我今天讲高血压会好 在这边有感觉 只有高血压患者 对不对 我今天讲高血压糖尿病都会好 弟弟一定都说没问题 在他的世界里面 对啊 而且他是美国队长 他有特殊体制 好那 我们在 在讲到疾病的时候 好我们今天 讲到这些疾病 我们说 这些疾病都来自于哪里 信念的冲突 信念的冲突 如果信念改变 身体自然就疗愈了 对不对 疾病既然是起自于信念 信念只要改变 身体就疗愈 可是 你相信你的身体会疗愈吗 今天如果是一个癌症 今天是高血压糖尿病 今天是肾脏病 肝脏病 今天是洗肾的个案 你觉得会疗愈吗 对于这些 身体有疾病的人而言 身体没有疾病的人 你听起来都很简单 对不对 家庭没有纠纷的人 如果没有遇过离婚 或是分手的人 他其实听到别人感觉问题 都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你现在都不过才有离婚啊 然后不过就好 说话就好 才有离婚啊 所以那些离婚都不太好 说话 平时的第一次就忘记了 就是这样 今天没有遇到问题的人 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那没有问题 没有关系哦 真的 我们其实在这里 真是祝福每一个人 身体健康一帆风顺 真的 事事如意 那 对啊 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啊 那如果你今天遇到问题了 你今天遇到身体的问题 今天遇到家庭纠纷 今天遇到那个亲子问题 今天遇到失业有问题 你觉得该怎么办 我告诉你 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 今天上课 没白听 脚钱没白脚 书没白买 终于用得到了 你学到的东西 终于有他使用的空间了 好 是啊 好 今天一个人如果 在这边听到一句话说 糖尿病是会疗愈的 高血压是会疗愈的 癌症是会疗愈的 假设 他的高血压已经20年了 糖尿病已经30年了 请问 他还相信吗 已经吃药吃了这么多年 已经胰岛素打这么多年了 你竟然说会好 会好听起来什么感觉 讽刺 只有那些刚诊断的才会好 已经吃过药的不会好 要改是很困难的 说人要改变信念很简单 是你们在简单 我可是很困难 说人要改变性格是很简单 那都是书上写的 不要再做心灵鸦片了 心灵鸡汤我们喝多了 你说很简单 我看是很困难 是啊 这里面透露什么讯息 不会好 不会好 对啊 他的认知是不会好 我们人的头脑里面 没有那么简单的会好跟不会好 你要怎么念头吗 会好就是 你全然的相信 我会好 对呢 相信这件事情 它是一件何其重要的事情 相信 相信之后才会决定你的行动 相信跟不相信 是决定人的一个行动的基准点 对不对 你相信之后 你所有做的事情都在符合那个相信 你不相信 所有做的事情也要符合那个不相信 当然你会说 人的头脑里面没有绝对的相信跟绝对的不相信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 我相信我会健康 这大多数人的想法啊 凡事要做最坏的打算嘛 最好的预备嘛 讲什么东西听不懂 好那 我们 就都讲完了啊 最坏的打算跟最好的预备不是都一样吗 两个极端走 好 在这个相信里面 如果你相信了 你的 治疗的方向 你的痊愈的方向 它就会更明确 如果不相信了 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通通都是在 走向那一个 你不认为你的身体会疗愈的方向 好 这是身体的问题哦 我们今天在讲 其实在宗教信仰里面 有许多人相信的是 神明嘛 在先生的团体里面叫做高龄嘛 对不对 在宗教团体里面叫神明嘛 我们 其实许多人 认为 只要拿到神明的力量 你就可以在你的事业上或婚姻上的改变上 有一个明明的力量在那里 请问神明的力量你感受得到吗 神明的力量 今天 我们其实要给大家一个神明的力量 也没那么 也没那么困难 其实在佛经里面 其实佛经都有读过 在每一本佛经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会介绍 如是我闻嘛 有读过人都知道 前面四个字一定要这四个字 如是我闻 因为那不是佛写的 佛经是不是佛写的 对啊 圣经是不是上帝写的 圣经是不是耶稣写的 赛斯是不是赛斯写的 他讲的啦 基本上 对啊 赛斯也很想写啊 但是他没有动笔 他可以写啦 赛斯可以写啦 赛斯也要写虚子啦 他都可以借乳伯的嘴巴讲话 他怎么不能写啊 他只是字太丑 不想写 他是用打字机啦 那赛斯书 因为在座大家都有接触过一点赛斯书吧 有啦 赛斯书他其实就是 赛斯通领 然后经由那个领媒 鲁伯通领 然后他老公 就是约瑟来 来打字啦 约瑟数据的速度非常快 然后赛斯经过 鲁伯讲话之后 约瑟就把他写下来 再整理成一本书啦 那赛斯 是怎么才会这么教他人 他为什么不要自己写 你感觉 这人不太过分 对不对 你能自己写 你就应该自己写 约瑟出去吃头肉啊 那你 那你这样 你一个人 跟这两个人 你这样对吗 你这样害两个人 都只能在家相忘嘛 对不对 而且约瑟 我有时出去一下 鲁伯跟约瑟还可以 缴别生新婚嘛 那你 这样让他们每天都相对啊 然后约瑟每天看着他老婆 又知道那里面不是他老婆啊 心里感受不知如何啊 好啦 对啊 有时候他们牵手牵到一半 忽然卢伯说 我是赛斯啊 我是说牵手 我没有说别的事喔 因为现场还有小朋友喔 所以我只有讲到牵手而已喔 那你 好啦 那今天 赛斯在讲话的时候 经过那个鲁伯嘛 约瑟 他其实有问过 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 约瑟问赛斯说 你想不想自己写写就好了 你是不是叫他人啊 那 赛斯又有针对这个问题提出回答喔 真的喔 不然你问他 他在哪里 他在对你笑喔 你有感觉吗 他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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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斯知道他讲的 这些课程喔 到底 人类 人类就是我们嘛 喔 人 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啊 顺便做一点修正啊 啊 修正完喔 就是让 他讲话的那个内容喔 可以比较符合 比较接地气啦 才不会讲的东西 都没人听得懂啊 写一本书都没看得懂 跟没写不是一样吗 好 那 大家还是会买嘛 因为我们买一些看不懂回去 表示我们有气质嘛 那 像这个 我是痴在长大 大家看每个人看都懂啊 那 你 那 赛斯喔 他其实就是经过 跟 约瑟的这个 长期默契的培养 才会写的书 大家越写越看得懂啊 好 了解吗 这边有人读过早期课吗 有喔 其实很少 因为早期课他的文具 更加的 艰难 赛斯就是从早期课 讲完九本之后 对 他有时候想一想 人类的智商就这样而已 好 那 接下来从灵魂永生才慢慢的变成 比较简单的课程 越讲越简单 越讲越简单 然后讲到健康之道 大家都看懂了 好 这时候 卢博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好不容易大家都看懂 好 那 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好 OK 在 我们这个 这个学习里面 你知道许多人都是 来自 依赖那个神灵的力量 好 神灵的力量 它是什么 神灵的力量 你今天拜完之后 你会觉得神灵的力量在那里吗 好 今天我们如果 如果 你来这边上课 你不能看那位没人 那是你的眼睛看得没人 如果我每次上课的时候 都是这样 赛斯 那 你做 我做讲的不好的地方 你用那个意念给我点醒一下 学员看不到你 没关系 我看得到 好 现在 我在上课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说 来大家感受一下 赛斯就在你前面 你越烧 真的越有 你没觉得身体有一个 不一样的感觉 热热的感觉 赛斯一直在发光 我都一直觉得有光 可是抬头也是有光 等一下 是啊 你知道那个靠的感觉是什么 相信 相信 它就是一个相信而已 今天在任何的宗教里面 你相信 观世音菩萨 你相信观公 你相信妈祖 你相信每一尊神明 这些神明存在不存在 存在 存在 我没有说它不存在 可是 与你而言 比起它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什么 相信 相信 好 今天这个相信的力量 可以不可以 不经由任何一尊神明 都没有靠任何一尊神明 对啊 所谓都没有靠任何一尊神明 就是 纯粹的 靠自己 你自己是谁 神明 你就是神明 你相信你有神明的力量吗 对啊 你在 那个 拜拜里面 拜拜拜拜拜 拜完之后 就有那个 你就会相信神明的力量在庇佑你嘛 对不对 你可以在早上 照镜子的时候 一边梳脱法 神明呢 头前有神明呢 对你本身就是一个大神明嘛 对啊 神明 刷牙的时候 神明在刷牙呢 神明你要保披我呢 你怎么跟你说 你是怎么洗臉洗那久啊 我不是在洗臉 我在拜拜 你 你 拜什么啊 拜我自己 敢不放你叫119 不必 不是啦 今天假设这件事情 你密而不宣 宣言没关系 我跟大家都一样啦 你今天 有没有办法相信 你就是一尊来自于内在的神明 有没有办法相信 他不需要经过任何一个 一个神嘛 你知道吗 任何一个神给你力量 同时你相信他的时候 你就有畏惧感啊 然后我们在相信神的时候 往往都要走到 那个庙宇里面啊 庙宇啊 不是在你家家庭啊 还是在你家家庭 你今天 任何一个庙宇不是在你家嘛 麻烦嘛 对啊 要特别去啊 而且常常那个 你的亲戚朋友跟你介绍 那个庙宇哦 越冷静越横 在我们家附近的 通常没人要拜 都是外面的人来拜 在那庙宇里 叫我们走去拜 走去教他 对对对 拜拜 好 今天假设你相信的是你自己 都不用出门了嘛 对不对 拜托如果没来这里 最后就在家在睡 在宋在睡 生命倒在你家嘛 对不对 还要睡啊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能定定的相信 你自己的力量吗 相信 那个力量就存在 因为你对神明的信仰 是来自于什么 相信而已啊 相信啊 就跟你讲 你今天如果是相信神明的话 相信神明 你就要去拜拜 拜拜完之后 通常大多数人都得回馈神明啊 你才会知道啊 才会那个觉得对得起神明嘛 对不对 这才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经过庙宇 外面不是保护的虞 就是刮虞 不然电影 对不对 那个都是在干嘛的 回馈啊 还愿啊 保护的虞 会比较多的两三个 对啊 刮虞 有时候演员平 看的人比较多 电影是最比较的 你知道吗 电影 神明看的电影 也不是二轮 也不是三轮 大概三百轮 差不多 你注意看神明 在看电影 那个特效 已经超乎想象啊 还有那字幕 有时候是从右边下过来 从左到右的字幕都已经改多久了 有时候经过 看那个电影 都会对神明感觉有些比喻 神明 根本不知道是美国队长嘛 他到现在看的 那就是在看岳飞 还是对他来讲太遥远 有时候我们对土地公 对关公也是感到很不好意思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手轮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MS 也不知道什么叫3D 所以 你不知道是怎么这样 大家拜拜 然后 出去在翻阅的时候 有时候应付应付而已 有就好了 对不对 电影嘛 我不是说就一出了 你现在比较好 你如果去土地公拜拜 你还说 土地公我赶了一百万 我召赦富仇者联盟第四集 你敢不 你如果那个勇气比较劣 你就说了 台湾首度 有首轮电影在 庙口放的 就你了 是啊 严禁偷拍 但不管 所以基本上 人对于神明的相信 他也来自于内在 对不对 你今天如果 感觉 不要说感觉 你相信你自己就是一尊神明的话 你能不能感受到 那个力量感 力量感 有一个神明在扶持你的感觉 我们大多数人 那个力量感 要来自于外在信仰的神明 跟你说回到内心的相信 你有时候很难相信你自己 你敢相信你自己就是神明 很困难 你宁可相信外在的观光妈祖 那个人塑造好的神明嘛 对不对 你很难回来内心相信你自己啦 因为相信自己是一件何其为难的事情啦 所以你要先把这个相信的力量培养出来 对不对 我说真的 像这些小朋友他们也很少在拜拜 很少在信神的 对不对 小朋友很少在信的 他有信 小朋友很少在信的 我儿子也很少在信 叫他去拜拜 就是带兄弟在那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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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小朋友越来越很难相信啦 因为这外在的东西 因为现在的那个科技 太发达啦 对不对 关世音菩萨会加入护仇者联盟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 好啦我开玩笑的啦 是啊 因为早期的人见过的那个 世界跟神的世界 在现在的世界一直在被打破 所以现在的小朋友其实 不太能相信啦 对不对 关世音菩萨跟鋼铁人打你跟我爽叽叽 你不知道 打起来会不会 关公跟那个美国队长打 你觉得谁比较厉害 两个都会赢 做人齁就是不要这样两面讨好 那你 你觉得青龙也会跟美国队长的盾牌 哪一个会先破 你妈妈那厉害啦 你看 每一方面都面面俱到了 对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两半谢谢 好那 所以 对于现在小朋友而言 他其实认知上是 是有困难的啊 但是 当然你会说 神明 神明为什么会跟超级英雄对打 神明会不会跟超级英雄对打 不知道 我跟你讲 电影里面有演 美国队长打过 雷神索尔 神明还怕死人 你知道吗 对啊 啊 美国队长还把雷神索尔的锤子拿起来 不闻不闻 你知道吗 有吗 对啊 所以美国队长他也有打雷的能力 那一支雷神锤不是为了打雷而存在的吗 所以人也可以拿雷神锤这样不闻不闻 那就打雷了啊 那有厉害吗 不知道 好谢谢 所以 基本上 现在的小朋友越来越不相信 因为那是古代建构的神话世界 现在 一出电影就给你建构一个神话世界 導致我们对以前的神话世界感觉到越来越模糊 但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相信你的神性力量吗 你相信 你就会发现有一个神性力量扶持在你 当 你被一个神性力量扶持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的行为是有 是有如有神助的啦 那个感觉 叫做人活在恩宠之中 你感觉有一个力量照住你 以前我们会觉得那个力量来自于神 现在我跟你说 那个力量来自于你 你感受一下 有没有被一个能量包围的感觉 你现在就感受一下 你有没有被能量包围的感觉 不要怀疑那是我的能量 开玩笑 你今天去感受一下 你就会感受到那个能量 那个是来自于内在的本身的能量 所以你要有一个相信的感觉 相信的感觉带着你就往前冲 那这个是第一个东西叫做信心 信心当然它除了感受到一个神性力量之外 第二个方面就是让你有一个 往你所爱的方向实现的勇气 实现人的成就感的一个满足感 它非常的重要 一个人如果走在一个追求他自我的成就感的道路上 我跟你说真的 其实人很多问题他就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因为你的头脑很对焦 头脑对焦在成就感的人 他比较没有那么多烦恼 头脑没有在一个目标的人 头脑没有在目标的人多不多 超多 超多的 对因为我们在深信心团体里面常常说 我们要去追求人的成就感 价值完成 你要去做你喜欢的事 如果今天我们在工作坊里面这样问 你要去做你喜欢的事 你知道其实有十个学院有九个都会问同一句话 老师我喜欢的事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喜欢的事是什么 对啊 如果你不知道我会去想象 下次再来再交点钱 好来 是啊 对啊 因为我们很多人 不知道自己此生来到这个世界上 该做什么 只是隐隐的感觉 我应该不只是这样 我应该还有更好的发展 至于发展到哪里 不知道 不知道我到底要发展到哪里 我到底能做什么 火锅店人家也开了 咖啡店人家也泡了 那到底我应该去发展什么 什么什么比较好 我想要上太空 但是阿姆斯壮已经去过了 那我到底该做什么比较好 我到底还能做什么 你所想要的东西 让你自己去看到一下 什么东西能让你废寝忘死 不要跟我说这句 那 你总有你想要去做的事情 那 让我们朝向你的成就感迈进 这个叫做人的一种 对于自己的 来自于内在的信心感 你才会往前走 了解吗 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刚讲信心 第二个就是 就是觉察 噢 觉察这个真的超重要 觉察 他真的突破了 所有宗教里面的认知 为什么觉察 就是要改变 改变你自己 因为我们传统 在宗教上 要改变自己 通常都会用一些 滑而不实的方法 滑而不实的方法 就比如说 今天如果是在佛教里面 我不是在批评宗教的 虽然听起来很像在批评宗教 而且实质上也是在批评宗教 那你 所以宗教上有一些方法 它其实是滑而不实的方法 譬如说今天我们如果遇到 生活上的困难 然后我要跟你讲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空 对啊 一切都是空啊 你今天如果遇到 被 有人跟你借钱50万都没有还 你今天如果 你家老公 在路上跟别人接吻 那 那 好 那 你今天 今天 今天来 今天来找我 齁 然後我是师父的话 齁 师父我家老公齁 就在村上跟别人接吻 然後呢 然後 我从 我的角度跟你讲齁 我是师父 那假的已经被别的师父用过了 那 对啦假的 他讲的是真的 因为 从宗教观念里面来讲 一切都是假的嘛 对 一切都是假的 你听到都是假的 網路上的都是假的 师父到底什么是真的 师父也是假的 那 那 那 什么是真的 没有 没有什么是真的 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 欸 之前那个 那个法师在讲假的时候 引起大家的 笑谈嘛 大家都觉得他在 他在讲 讲屁话嘛 對啊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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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假的明明就是真的啊 事实上 他讲的 确实是符合宗教教育的欸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 宗教认为 你没有那声音 假的 那 你 你不要以为你有听到 那是你的幻听 没有人嘛 对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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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喔 欸对啊 每次在演讲就是这样 只要有个声音全部被吸引过去 只要有人起来尿尿全部被吸引过去 老师颜面无存 那 你 你 你今天喔 在那个宗教里面喔 好 就是这样 那位法师讲的 他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一切 所谓的外源 他一切通通都来自于假和嘛 对不对 一切都来自于假和 他就 导致喔 我们会认为 既然所有的东西都是假和 你也是假和 我也是假和 这事实上所有事情都是假和啦 所以 万事万物的本质是什么 空 对 虚空 万事万物都来自于空 所以 你看到所有的东西 通通都是 假的 你看到所有东西的本质都是 空的 告诉我 你看到的什么 师父我看到 假的 师父我明明 假的 可是报纸上明明 假的 师父网路上 师父没有用手机 那 师父没有网路 所以一切都是假的 是不是假的 我们能不能用这个来说服自己 闭起 闭起眼睛 我没有叫你闭起眼睛 师父跟你说 闭起眼睛 去看看 那件事情 它存在吗 它不在对不对 所以 证明一件事情 它是 假的 你能不能在这里得到疗愈啊 现场可以 出了那个大门之后 手机再打开 怎么头条又是我家的 那怎么会这样 是啊 假的 你说这个方法 它用的普及不普及啊 普及 真的很普及 真的 今天如果不是这个方法 因为在那个宗教里面讲 讲那个 佛经 在 最普及的佛经叫 是哪一本啊 心经 心经 所有的佛经里面最普及的就是心经 你没有再找到任何一本 比那还普及 心经它是某一本经 它中间的一段节路 哪一本经我们都没有读过 因为太大本 哪一本 金刚经 大战经 大战经 是指 所有的 佛经 合起来叫做大战经 但大战经里面那么多的经 一向都让学佛的人感觉到非常的困惑 佛陀到底是多高的 才能说这么多 塞斯高的 还摆得了 这大战经 就全部的书价就拿去读而已 学员你买不 我买不 我买得到一本 就全部 你买得书价我送你 那 佛教它的经典 它是这样 不是我 我们在有 不是我华中取宠 很多那个 很多那个学者 都感觉到很困惑 佛教的经典 怎么会这么多 佛陀到底是用多少时间 他才能讲这些话 佛陀到底是活多久 他到底是活82 还是活820岁 他怎么会讲这么多经 因为 时代已经过很久了 基本上原文的佛教在 印度也已经四维了 印度它主要的宗教是什么 印度教 印度主要的宗教是印度教 佛教在印度已经 已经四维了 已经没落了 但 那时候 在 华人过去取经的时候 听说就是每次去都拿一批回来 唐山藏去也拿一批回来 空海去也拿一批回来 春日空去 没有 大家去都拿一批回来 听说不止华人在取经 别的国家也在取经 有人取经就有人 写经 听说是这样 那写经它上面只要有四个字 大家就会买了 哪四个字 如似我闻 因为 佛教的经典是在佛陀灭度 大概几十年之后才开始集结的 那确定集结已经在过了百年之后 那就集结的过程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我讲过很多次 集结的过程就是一些佛陀的地址 跟再传地址 五百个嘛 比丘比丘尼嘛 大家坐在一起 然后大家就要把佛陀以前讲的 话写过来 写起来变成一本经典 那在写的过程 因为已经过太久了 所以五百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就 我来主持 然后大家来讲嘛 师父在世 在世的时候讲过什么话 你出来讲 你出来讲 你就第一句话要讲 我曾听师父讲 这句话翻成经典 翻成文言文叫什么 如是我闻嘛 然后 你就 他就出来讲 然后 他讲说 师父曾经讲说 信念创造实相 下面还有四百九十八个嘛 主持人跟 那个讲的人说 还有四百九十八个 然后我们 那个主持人就会说 师父公信念创造实相 有没有 有哦 那 已经过一百年了 那 大家记忆也很模糊 有人说 你当然说有啊 对不对 有没有 王医师 刚才有说 心明 他的 你如果 那个 拜拜之后 要 没有回馈的话 神明会生气 有这句话吗 有哦 就是这样啊 因为你印象还深刻啊 但是这句话 如果过五十年之后 诶 我们在那个 西元 西元 二零一九年 六月 十五号 下午 两点半的时候 王医师曾经讲过一句话 有没有 你甘知道齁 还没有杜孤的都说有 你甘知道 因为他的记忆很模糊嘛 那 好 佛教经典基本上是这样集结起来 但我们也不能批评那时候比丘比丘你 也许他们的记忆力超强啊 对不对 也许他们每个人都记得很清楚啊 每天师傅讲过的话 他们每句话都记得清清楚楚啊 有可能 你说不可能 搞不好有可能啊 对不对 我是不知道啦 我的智力是不可能的 我通常听到也是都顺便不知了 好那 就是 就是因为大家这样啊 所以我们那个CD买回去 可以一听再听 就是有这好处啊 听到都顺便不知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啊 CD都没得不好啊 因为你听到一遍又听到一遍 都没人要是这样啊 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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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遍都像是这样啊 那 那 好那 真的对不对 尤其是如果听完一套之后 再听下一套再回来听这一套 诶 新的耶 哈哈 这什么时候买的啊 奇怪 好 OK 那 这个 这个 那个 那个 经典这样集结起来之后 你有时候看 诶 怎么会这么多 这么多经典啊 那 所以喔 在那个 宗教里面喔 有一些书 学者会认为是伟经啊 就是后人创造的经啊 因为里面的教义明显的跟其他的宗教的教义喔 那其他佛教的教义看起来不太一样 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啊 包括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都有学者说那是一本伟经 因为看起来不太像是佛陀讲的 但看起来啊 没有人敢证实试啊 喔 包括 那个佛说 父母 你看现在大家都没反应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声音假的 那 佛说父母 恩重难报经 据说 大家也 那学者也觉得那是一本 一本伟经啊 好 那 欸不重要 是不是不重要 因为我说伟经你就有看过吗 既然没看过他尾部有什么关系 对 那 那 赛斯书 他就 他就是这样 那 佛经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那 赛斯书 他的成书的过程 就是赛斯一本讲出来 但 我们在讲 佛教讲到空关的时候 你知道扯这么多要再拉回来 要再想一下 差点拉错方向 我讲空啦 你是都空气啊你啊 比较真正的啦 三点还要下课一下啦 有的人想要放一下啦 不不不不 那没礼貌 还有人在那个 热影机前面 他们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都是一边看手机 拿着到厕所一边尿 也不想想在现场人的痛苦 那 好那 我们 基本上 那 在那个宗教里面 他讲空 这空喔 在那个 现在喔 还普遍很多人在 在使用 所以你看 有一些人他遇到问题的时候 回家 抄心经 對啊 以前我家小朋友 也有跟我讲过 我说有些同学考试不及格 留在学校 抄心经 是明天才要课心经 还是要课数学 我也不知道啦 但留在学校抄心经 那 抄心经 感覺 能让心静下來 心静的词语很优美啦 大家都知道啦 可是 空观能解决到你所有的问题吗 沒有辦法 因為你即使極力說服自己 這一切都是假的 明天你還是要面對 今天你從醫院 那個被診斷 癌症第三期 走出那個大門的時候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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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在那當下能說服自己 最後呢 你還不是得回來面對你自己 那你到底要怎麼面對你自己 覺察 覺察你的心 你如果沒有辦法覺察你的心的話 那個空 他只是講出事情的本質 但是他並沒有對應到事情的真相 好啦 今天一對夫妻在吵架 夫妻在吵架的時候 兩夫妻都是有宗教信仰的 吵到一半 太太說 這一切都是假的 先生也說 這一切都是假的 兩個人還要繼續吵下去嗎 還要繼續吵 因為假的加假的等於真的 對不對 在你面前的他是如此存在的啊 你並不會把它當作假的 你耳朵就聽不見他的聲音啊 你並不會以為把它當作假的 你就眼睛看不到他的影像啊 所以 所以 基本上 你在看待這些事情的時候 所有的事情 也許他的本質是空的 可是 當他如是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 他就是真的 真的 那我們如何來對置這些真實的東西啊 他都已經存在了啊 我們要如何來 看到這個東西啊 這就是告訴你 你要覺察 所以 在 信心 覺察 靜心跟愛裡面 這四個東西裡面 其實我跟你講 最重要的就是 覺察 你如果不會覺察的話 現在就要開始練習 啊 你如果不知道怎麼覺察的話 去上個廁所 等一下告訴你 五分鐘就回來了 好 大家好 沒有 本來要請立安介紹一下貼圖啦 但他說 怕那個 他講太多話 等一下直播留言會被罵 你們如果要罵他的話 要用他畫的貼圖 不可以留字 要留貼圖 來講一下 現場朋友大家好 直播前面的朋友大家好 那個 因為 剛好昨天 宜仁醫師的第四組 賴貼圖 就是 身心靈語錄2 剛好上市 那所以剛剛有朋友很開心的跟我說 欸好開心喔 看到宜仁醫師新的貼圖耶 那所以宜仁醫師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宜仁醫師目前在line的貼圖有四組 那 啟頭呢 大家搜尋 大人哥 三個字就可以開始 就看到 第一組 是大人哥快樂的一天 那快樂的一天就是 所有你生活中用得到的 開心的貼圖都有 包括早安啊 嗨啊 我愛你啊 想你喔 這樣的貼圖都有 那包括大人哥會跟你講說 我挺你 加油喔 這樣的貼圖都有 在大人哥的第一組貼圖快樂的一天 那第二個是 大家都知道人生如戲嘛 那我們就是來遊戲人間 所以第二組是 大人哥扮演各種動物的貼圖 就是動物片 那所以其實蠻可愛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不見得要買 如果你覺得很喜歡 你可以下載 那第三組貼圖是 身心靈語錄 其實我們當初 第一組貼圖第二組貼圖 都是為了身心靈語錄而 開始 那身心靈語錄其實裡面 包括非常非常多 真的可以讓我們每一天 就像金句一樣 然後打開來 然後帶給自己滿滿的能量 那因為身心靈語錄 一在我們身心靈團體 在賽制的團體裡頭 很受到朋友的喜愛 所以就很多朋友鼓勵我說 是不是可以再有第二組 所以昨天我們第二組 就是身心靈語錄二 已經上市了 那想要跟大家分享 LINE貼圖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其實我們常常可以看到 網路上有很多的酸語嘛 那可是你在傳LINE的時候 你如果每一天可以 可以給你身邊的朋友 或者給自己一個正能量 假設你現在傳出去 你就是生命的主人 這一句話出去的時候 其實不只加強了對方 收到人也收到你 我就是心想事成的高手 當你傳出去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語言的力量是很強大的 信念就是靠這樣 一點一滴累積的 當你傳了一千次 我是心想事成的高手的時候 其實無形中 你就是在做正面的冥想 對 我是心想事成高手 我是心想事成高手 傳一次貼圖 你就加強了一次 傳一次貼圖 就加強了一次 整個世界都是為你打開的 每傳一次 你就發現自己 擁有滿滿的能量 那我們一人一失的正能量 非常強大 大家都看到嗎 發光 所以大家 如果你有使用LINE 你也覺得把正能量傳遞給 這個世界傳遞給大家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那其實就只要30塊 可以用一輩子 比起一杯飲料都還要便宜 所以大家可以下載 如果覺得有什麼地方 我沒有畫得很好的地方 就請大家多多包容 大人歌搜尋 然後 身心靈語錄 就可以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貼圖有什麼好處 貼圖最好處 就是不用打字 人人均 好啦好啦 我們回來上課 你如果要低頭的話 趕快買一下貼圖 我們要多元發展 我們要多元發展 我八月 還要來台中 跟台中市副市長對談金融小說 蛤 這叫跨領域 在什麼 請關注臉書 台中 不知道哪一間圖書館 對啊 蛤 多元發展 謝謝 好啦 要覺察 不只有發展 要覺察 覺察什麼東西啊 對啊 開玩笑 好啦 那那個 覺察 到底要覺察什麼 因為我們在 身心靈世界講 信念創造實相嘛 對不對 有聽過這句話吧 信念創造實相 這一句話是 全部賽斯書的一個核心 信念創造實相沒聽過 應該都有聽過吧 這句話如果還要解釋的話 就解釋吧 那 信念創造實相的意思就是說 你身邊所看到 你聽到的所有東西 都是你創造出來的 這句話它到底有什麼意思啊 信念創造實相 這句話給你帶來的意義 到底是什麼 這是一句話嘛 每一個人對這句話的解讀都不一樣嘛 請問這句話對你而言 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 我們只要努力想 我們只要努力想 身邊的事情就會跟我們發 所想的一模一樣 對不對 努力想 盡量想 認真想 對不對 我們只要拼老命的想 你的實相可以照你的信念這樣 就完全映照出來嗎 實相要創造成 信念要創造成的實相 它還必須要經過一些過程 所以 我要告訴你 比起 信念要創造實相 這一句話 其實更重要的一句話是 實相是從信念創造出來的 信念創造實相 信念創造實相 就等於實相是從信念創造出來的 兩句話到底有沒有不同 兩句話一模一樣 但是我要跟你強調的重點是 信念 我們要跟你強調實相 為什麼呢 因為 實相 不是你能掌控的 信念 才是你能掌控的 可是我們大多數的人 其實 都很努力在操控實相 這就是身心靈的世界裡面常常在問一句話 如果你家失火了 你到底要先滅火 還是要去追那個放火的人 先滅火啊 是啊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但是我們通通都去追放火的人 對啊 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老公整理生氣 你到底會先滅你頭腦裡面的火 還是先罵他 對啊 對啊 小朋友來頂嘴 你到底會先罵他 還是先滅你頭腦裡面的火 先罵他啊 先罵為快 不然他等一下如果改變了 你就來不及罵了 所以 一定要先罵為快啊 對啊 所以 這個基本上 他就是人的腦袋 我們剛剛在講那個比喻故事的時候 身形世界的一個一個比喻的時候 所有人都知道啦 先滅火啊 有時間再去找放火的人啊 但真的在生活中遇到的時候 幾乎所有人都會先去找放火的人 至於火滅不滅 再說啊 對不對 只要他放火的人抓到 請他來道歉就好了 管他我的火還有沒有再點啊 就是這樣啊 把他罵一頓也許火我就洗了 就是人的腦袋啊 好 每一次都讓你的世界裡面齁 就是一直在追那個放火的人 你的人生到底該怎麼辦 你一整個人生 通通處在被別人掌控的狀態呢 你知道嗎 你一整天的人生都會過得 不是那麼愜意呢 如果要你愜意的話 必須所有人都讓你如意你才能愜意呢 可是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是為了讓你如意而存在 對不對 你是國王嗎 你是公主嗎 你今天如果是總統的話 世界上有多少人在罵你你知道嗎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罵你 麻煩打開網路看一下下面的留言好嗎 如果有任何一則是好的 請你暗自的窃喜 真的 幾乎所有都是酸言酸語 對啊 這個世界它其實也是在改變中啊 以前如果有人罵到某一些人的話 大家可能會不習慣 但是現在你看 什麼事情一出來 網路公審 湧進來 罵你的話齁 以前還聽得完 現在已經看不完了啊 都要分好幾次 中間還要去上個廁所喝個水 幾千折幾千折 尤其是公眾人錄 一被偷拍到一被怎麼樣 但現在你看這麼多人在偷拍別人啊 對不對 正義達人啊什麼啊 然後在捷運上拍啊 然後在火車上拍啊 在幹嘛啊 然後PO完之後給你放到Youtube 他當網紅你受難啊 然後下面就有一大堆人來公審耶 是啊 這些東西它給你造成多少的困擾 當然你沒有被公審過 當然 你就沒夠有名啊 你如果想要去公審你先有名 我剛才露燃燒金 這樣就沒問題 為了達成這個目標 你還要一陣子要努力 那 真的 你 你今天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如果你 如果在這個世界裡面 你要去滅掉外面這些讓你不順心的事 你到底一天之內到底該怎麼過啊 因為一天裡面這些事情 它是持續持續的在發生的耶 對不對 我們一天裡面 如果要滅火的話 我跟你講你隨時都要拿準備水桶嘛 因為火太多了啊 那一桶水它其實只要拿起來 往自己頭上膠就可以了 但我們這邊破一點 那邊傻一點啊 也不是在面 我們是在找那個放火的人啊 一天到晚 引起我們生氣不如意的人實在是太多了 每一天的生活 不是靈魂的精心創造 是靈魂的精心考驗 奇怪了 世界上為什麼這麼多事情 讓我們不順心啊 是不是 你有沒有感覺 如果你都順心的話 那恭喜你 萬事都OK 可是明明在這個世界上 就有這麼多的事情都不順心 從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 通通都是 不順心的事耶 當然中間會假很多順心的事 可是不順心的事很多耶 從一早上起來 鬧鐘一想 被熊斑 對啊 然後你看多少人起床 接下來要弄早餐 不然你也得出去買早餐 然後咧 老公自己有起來還好 沒有起來還要叫 小朋友沒有鬧鐘 你就是人體鬧鐘 趕快叫 你有沒有總之起床 你上學了沒 我忘了還想一下 厲害 那你 你今年幾年幾 喔不錯 對我的小孩 他在叫的時候叫不起床啊 這我們說說說過 因為常常在聽朋友抱怨啊 都叫一次兩次三次啊 對不對 你都幾次 太棒了 哥哥叫兩次 你是美國隊長 啊你哥是鋼鐵人嗎 那 你們兄弟 是啊 好 哥哥兩次你一次是一起還是 你媽媽在幹嘛 呀 你媽媽在幹嘛 哎 還要拍子大小 該起床不起床還在睡覺 對啊 你們出門他還在睡 睡 攝影機對他 我們現在在場的所有人 都已經體會到你爸爸的痛苦了 一隻雞就開始在睡 是啊 然後爸爸幫你準備早餐 爸爸幫你準備早餐 送你去學校 清一下再下車 那時候媽媽還在睡 那有時候你下放學到家 你媽媽也還在睡 媽媽保養這麼好 你們都是睡出來的 小朋友 做人不要太老實 開玩笑 所以我們其實 每一天在這些生活裡面 你知道 當你不如意的時候 你就看到外面的事情 重起床 然後去上班 有人去上學 就算那個假日 你也可能會遇到一些事情 上班 很多工作 其實在裡面 你都會有覺得委屈的地方 對不對 對不對 不然怎麼會有一個 一本暢銷書寫 沒有工作不委屈 有看過這本書嗎 都沒有看過 我知道 因為你們回家都只看賽斯書 那你 有一本書是這樣寫的 沒有工作不委屈 但不工作你會更委屈 那 確實啦 就這樣 因為你們在工作裡面 很多人都會覺得 老闆工作分配不均 然後我們的薪水太少 不要的工作別人丟給我 老闆的獎勵都加不到我頭上 都加到別人身上去 那我們心裡就滿滿的委屈 然後在職場裡面 八卦 或講別人八卦 職場最大的娛樂就是八卦 那 是啊 然後在這個裡面 我們心裡會覺得 有很多部分都很委屈 然後到下班之後又要煮飯 煮菜 洗衣服 然後教小孩功課 老公如果要幫忙也還好 老公如果不幫忙的話 你會覺得很累啊 各式各樣的事情啊 這些事情 當它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到底該做什麼 明顯的外境 不容易擺在那裡 跟 內心的 焦慮 憤怒 痛苦 抗拒 擺在一起的時候 請問 你要先處理哪一個 這個是許多人的功課 可以處理情緒啊 可是那個惹你生氣的人 他明明在那裡啊 對啊 我講一個簡單的 今天 小朋友在學校功課一項都很差 數學考三十分國語二十分社會十分 那 不容易 好那 真的 你用猜的都憑他搶 好那 他今天回來 聯絡部丟給你之後 他又 到電腦前面去又開始玩電動 或是手機拿給你 手機他拿過去開始玩手油 然後那台手機拿是你買給他的 對 那 他就開始 開始玩 你叫他讀書 他就跟你說在學校讀完了 對 有沒有知道 寫功課啦 寫完了啊 會嗎 不會啊 好 那 那麼難我怎麼會 那你這次考幾分啊 三十 你覺得自己考得怎麼樣 我們班還有人考十分啊 就大家常聽到的回答嘛 對不對 那你最高考多少啊 最高不要問啊 那個不要常問成績我會有壓力 好 那 好 那 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叫做外境跟內心嘛 外境在那裡 那一個 那個小朋友 他 在那邊玩手遊 但數學考三十分的時候 他 在那邊 映照你頭腦什麼事情 你頭腦一定有話在講的啊 你頭腦進入空無的境界啊 考三十分還在玩手機 未來怎麼辦 國中不知道要念哪裡 高中鐵定會完蛋 出社會沒救了 啊 我想一想 我那個以後只能靠老年年金 一個月四千 啊 他這樣 我這樣 他以後如果沒工作 我只剩一千 三千要養他 我以後到底該怎麼辦 我到底該怎麼辦 去打車啦 是不是這樣 是 外境在那裡喔 你內心在那裡喔 最難的不是在這裡覺察 在這裡覺察什麼困難啊 這裡外境不見了啊 大家一群人像在那個團聊啊 什麼什麼家庭聊 什麼聊 現在大家坐在裡面 你所care的那個東西 他 他們並沒有在現場啊 他除非他當神秘嘉賓就過來啦 齁 你再講到一半 他忽然進來打手遊 齁 媽媽 你在 你在團聊 你繼續吧 齁 那 那你這次考多少啊 又會不會有兩分剩28啦 齁 那 這時候你還坐得好好的在那邊 其實我跟大家說齁 我要覺察 我要覺察 那表示你功力高強啊 好 OK 現在你坐在家裡 你的對應物 跟你的心 他兩個相處在一起 你到底要先去處理他 還是先去處理你 處理你自己 這還是小孩喔 這開始可以掌控的喔 小孩是可以掌控的嘛 一般的家庭啦 如果今天是婆婆在那裡 幫你洗洗黏 你一個月開完桌 你沒有接頭 你一個月開完桌 你一個月開完桌 我兒子齁 其實那時候齁 那個 不是不是 其實齁 那個 張立委 他女兒一直要嫁我兒子 我兒子不知道為什麼 才會愛到你了 我那時候也就說 賣粗啊 我沒想到你嫁了怎麼變這樣 那時候我如果知道你沒有接頭 我一定會當的 你一個月開完桌多少 你有沒有感受啊 還是你頭腦空虎啊 對啊 那你這個湯怎麼煮的 這檢查你會好 會好燙的 齁 你們大家如果 你們打官吃這個 可能會中風 我跟你說 好 要叫你頂主 我是要撞飛到這些菜頭 沒有叫你頂主 我不知道要都吃了 我可以做打架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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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OKOK 那他現在 那現在在你 他現在在你面前 他現在在你面前 小孩子你跟人家說起砍車喔 現在那個 大家在那邊念你可以大聲跟人家講 你給我點點 你有勇氣嗎 你跟人家怎樣 媽媽我來放一下 你敢不 你還要閃一下你也不要去放一下 他也不是你媽 你跟他也不熟 就有一個陌生老人家在那邊念你 他跟你的關係就是你老公的媽媽 你跟他也不知道 你跟他又不是有多親近的關係 好他在那邊念 你要聽不可以聽 也是要聽聽你有什麼感受 壓力啊 壓力他在那裡 跟小朋友跟老公不同的是 你又不能去對抗他 你又不能討 那站在他面前的時候你到底該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啊 齁 把你的關注力回到你的丹田 靜靜的進行 覺察 媽等一下 你繼續黏 等一下 我現在啟動覺察模式 他在念你的時候你頭腦有沒有在癮啊 一定有的啊 他在念你 你頭腦不是一直在回應嗎 死老太婆跟你什麼事 我要用多少錢是我的自由 那是我老公不是你老公 你不要再亂啊好不好 你回去你只能管你老公 你不要管我老公 這是什麼東西啊齁 沒有啦 我一定要離婚啊 你做這個你兒子很好你 我以前也很好的對象啊齁 對不對 你們兩個 不吵架而在無形中吵架 這個時候 你知道我們很多人因為這樣最後生病耶 他一直在聽啊 一直在聽啊 你知道我們的病媒有什麼 登革熱蚊子啊有什麼埃及班 你就很久看到那個病醫師 病原是婆婆的啊 他不是病毒也不是細菌 他有時候比細菌還毒啊 不是每一個都這樣啊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課程裡面很難講 因為有人演講完都起來說 老師我是婆婆 你這樣一直批評婆婆 對沒有偶爾也要講媳婦 不要每次都講婆婆 媳婦有些人真的很差勁 對 不要每次都講小孩玩手遊 有時候大人的問題 對不對 不然因為我們在現場大部分都是大人 所以我們只好講小朋友啊 不要針對聽眾 那 好OK 那在那個當下 如果你改變不了呢 如果你 無力敢去對抗外面那些事情呢 你今天有多少人能說服自己說 這個婆婆是我創造出來的 這我吸引過來的 你有多少有這種魄力 好 媽媽你等一下 你是我創造的 我再創造一下 媽媽 你婆婆怎麼 回來笑的 媽媽等一下 你等一下我只有一支魔法棒 來 變變變 等一下你明明是我創造的 老實說你是我創造的 變變變 再跟人 變變 怎樣 OK 你現在在這個狀態之下 我們回到我們內心 覺知 何其困難欸 你知道嗎 在 火冒的時候 沒有去追那個放火的人 而回來 救火 你就看著那個放火的人在那邊跑 還在那邊笑 你知道這多為難一件事情嗎 他一直在那邊 發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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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旁邊喔 今天那個人如果已經不見了 那OK 何況那個人不見 他也不見了 不見了不見了 有的人不見了 是活在他的頭腦裡面欸 真的欸 有的活活了幾十年欸 相信嗎 相信啊 我就說 我的那個門診 有到八十幾歲 還在跟我說五歲的時候 媽媽罵過什麼 害他一生沒自信 五歲 五歲 你今八十五歲 八十年 老師教你的 齁 主義是一種思想 一種信仰 一種力量 不見了不見了 但是媽媽說你不見了不見了 早知道 早知道開這條 你就一百分啊 對啊 八十年都還記得喔 那時候我媽媽說我不見了不見 齁 所以 當你在想 我媽媽說我沒有用的時候 你媽媽在哪裡啊 在你頭腦裡面 他就在你旁邊 他從來就沒有離開過 然後呢 他在講你沒有用的時候 你的自卑感 又湧現出來了 你又冒火啊 你又冒火 你想像的媽媽 又在旁邊看了啊 沒有影 所以 你的那個感覺 他去不了啊 這個世界上 能去得了這種事情的 只有你自己耶 你不願意去 那就都不要去 真的 他就在你的心裡 一直在那邊 燃燒 那你要怎麼讓你的心的火 讓他熄滅掉呢 怎麼讓他熄滅 我真的跟你講 就只有覺察這一條路 覺察到底要怎麼覺察啊 他在罵你的時候 你頭腦裡面到底產生什麼感覺啊 什麼感覺 不舒服 不舒服他夾帶有什麼感覺 憤怒 對 那裡面還有什麼感覺 你覺得你受害了 你受傷的那個感覺啊 對不對 因為他在念你啊 你覺得你委屈了啊 你覺得你受害了啊 你覺得你受傷了啊 你覺得你受害跟受傷那個感覺 是人的一個 本身的一種感覺嘛 但是許多人都有的啊 對不對 那是存在於人內心的一個 基本的感覺啊 請你了解是人喔 是人 你今天如果去罵一隻狗 你今天回去問 罵你家的哈士奇 沒路營 做狗 哪會要吃 還不會吃頭 像你做小哈士奇 我就希望你科讀書 告訴你耶 和補貨木裏就不會死 我問你那隻狗會受傷嗎 是誰會受傷 是你會受傷 完全是你會受傷 所以你知道你在講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相對應的模式 你知道嗎 對不對 真的 沒有你回去試試看 你沒人人 誰要不要再帶走 人人如果押頭給你看一下 我配好你 押頭要跟你說一句話 你自己呢 那 他 他們內在並沒有本身的一個 一個感覺啊 對不對 所以 那個感覺是什麼 那個是人與生俱來的 不是誰教你的喔 沒有人教你 要有受害者喔 是人與生俱來 就會朝那裡去想 如果你與生俱來沒有跟狗 蟑螂 老鼠一樣 都沒有的話 你根本就沒有那方面的想法嘛 對不對 所以 當他在外面有任何一個人 你覺得他對不起你 你婆婆在念你 小孩在玩手遊啊 老公喔 那個 做事 你認為他不夠努力啊 怎麼賺的錢不夠多啊 然後各式各樣的 當這些事情 當他出來的時候 當他出來的時候 你是誰 他非常重要耶 好 我今天說 信念創造實相 OK 信念創造實相 你會去接受說 這些是你創造出來的 不接受 都OK 真的 因為在那個當下 人要去強調說 這我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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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其為難啊 那不是你要的靜 你要不要去接受這件事情 我們另當別論 但重要的是 在那個靜的當下 你的心 是不是已經在 看到那樣的情緒狀態了 看到那樣的信念狀態 看到之後呢 接受他 進入他 怎麼進入他 當你在感覺受害者的時候 跟你的念頭 合在一起 去感受你的受害者的感覺 感受之後 你就進入到覺察 感受你會比較好過嗎 不會 不會好過喔 你依然處在憤怒焦慮痛苦 想哭 然後悔恨的那些世界裡面 進入他 進入他 靜靜的感受那個感覺 然後呢 當你跟你的念頭 跟情緒合為一的時候 你就在破解 那個念頭跟那個情緒 用空的方法 用其他的方法 他只能暫時解決你現在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我們人有時候會起念嘛 譬如佛教跟你說 人齁不要有貪嗔痴嘛 貪嗔痴都是毒嘛 你只要都沒有想望的話 你就沒有痛苦了嘛 對不對 人齁人生之後就是只要買你需要的東西 不要買想要的東西 你就不會痛苦了嘛 這宗教界的講法 這想法你能信嗎 不能信也很多人講啊 尤其是對小朋友講啊 買你需要的 不要想要的 好那 媽媽那你這件衣服呢 媽媽是需要的 不是想要的 對啊 這 我們常用這句話在說服別人 在說服自己很困難啊 到底什麼需要的啦 那人什麼都不需要啦 手機到底是需要的還是想要的 到底是需要的 那個三餐到底是需要的還是想要的 我們可以跟牛一樣到門口吃草嗎 那就需要的啊 因為只要需要就夠了啊 什麼叫破解貪稱吃啊 什麼叫貪稱吃啊 貪稱吃 這個也是宗教上的一大意義啦 因為宗教講說破解貪稱吃 你就人生海闊天空啊 你今天都沒有貪欲的時候 你人生什麼創造啊 對不對 你今天為了什麼東西來到身心靈團體 為了要轉換你自己 假設你沒有這樣一點貪念的話 欲望的話 你就在家睡覺就好了啊 因為你一切都放空了啊 對不對 對啊 對不對 出門你就得穿衣服啊 你可以隨便亂穿嗎 對不對 你可以在家穿個睡衣就過來嗎 不行啊 這公眾團體啊 你一定會覺得 至少要穿個體面一點來 至少坐在這邊大家都看得到啊 那你就得買衣服啊 所以 當你的 你的欲望 會帶動你前進 因為 你要買衣服 你就得努力工作啊 努力工作你就創造成就感啊 所以 人的 欲望 帶動他的往前進耶 所以 宗教跟你說 人沒有欲望 一切就天下太平了 人怎麼會沒有欲望啊 撐就更不用講了啊 人只要不發怒 發怒你知道嗎 發怒就是火燒公德靈耶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宗教不是這樣說嗎 不能收起啊 收起就火燒公德靈啊 欸 搜公車 如果去摸腳踏 摸腳踏 你那時候 你第一個生活是覺察嗎 沒有 這是我創造的 可是我另一邊還沒創造 你怎麼去說服你自己啊 他會摸你屁股 欸 一切都是空 欸有感覺耶 假的 欸有感覺 你不會生氣嗎 因為你生氣所以才可能報警 才可能尖叫 所以才可能會有人制止他啊 或是你制止他啊 你說人生氣是錯的嗎 沒有絕對的對錯對不對 沒有絕對的對錯 但是 宗教講 你如果沒有慾念 也沒有生氣的話 你就都沒問題了啊 對不對 然後痴 就是執迷於某一種東西啦 你今天 如果執迷在 你要讀賽斯書 而讀不懂的話 百般的思索 想到頭髮都白了 你像我這件事啊 那 你今天很 痴迷在某一件東西 然後 有人跟你講說 不要執著 你就不會痛苦 放下 你就輕鬆 講完嘛 很簡單 對啊 對啦 你在宗教團體裡面 常常會講 放下 不管你問他什麼事情 都 不管問有些大師什麼事情 都得到兩個字 放下 老師我先生外語 放下 老師 我兒子 那個數學都考十分 放下 老師我大號大不出來 放下 這最實際 老師其他我都聽不懂 那 講得很簡單耶 今天誰能夠這麼容易的放下 誰有辦法 沒有放下是常態還是放不下是常態 放不下才是常態啊 如果你今天不在乎了 你當然就放下了啊 對不對 齁 下結婚干你什麼事啊 不干你的事情 你當然容易放下 干你的事 你當然就不容易放下了啊 對不對 不干你的事 你有什麼放下 不放下的 就是因為 那是我們在乎的人 在乎的事 我們才會放不下啊 如果我已經放下了 顯然我已經對他也沒有非常在乎啦 好OK 那如果你也放不下 怎麼辦 放不下就讓他身處在其中 對不對 身處在其中幹嘛 進入覺察嘛 進入覺知啊 覺知什麼 你在這世界裡面的信念跟情緒 每覺知一次 請你回去練習看看 因為覺察我常說 你等他回家就可以練習了啊 因為等在你家的人 都沒有學過賽斯 那他們 他們正在等著你 那你回去之後 真的真的 你真的齁 你在人生修為上的道路進步 不是因為老師 不是因為坐在這邊的 也不是同學 而是你家那幾個 他們正在等你 那你回去之後 智慧璇集就會開啟了 那你現在所學到的方法 都是因為你要回家使用 那還有禮拜一上班 那裡有很多 很多的你的大修為者在 在考驗著你 那 他們那些人你只要看到 你內在就 忍不住就茁壯起來了 因為 覺察的機會多的是 不怕沒有 那 對啊回到家 各式各樣的事情都有啊 因為人有掌控慾嘛 所以很多事情你會不順心啊 幫我等一下回家 如果 你打開 打開家門 啊 後禮拜會課 孩子都 孩子都在打手 媽媽 你為什麼上完課馬上回來啊 你不是應該在外面逛一下嗎 你這麼快回來我們都還沒有收耶 你們到底有沒有讀書啊 讀完了啊 都會了嗎 會了啊 拿來我看看 不用我們自己看就好 到底是怎樣 是啊 這個時候 機會來了 剛剛都沒有白天課 完全就進入覺察的狀態 會起床 喔那 這個時候 想我看 我想起床 在你那個 機會生氣的狀態之下 覺察的機會來了 為什麼 他沒讀書你受害 他玩手遊你受害 他沒洗澡你受害 整個房間亂七八糟你受害 所有的東西 你都受害了 你都受害了 對啊 你今天 如果回到家 你贊成藍 老公在看綠的新聞台 你今天如果贊成綠 老公在看藍的新聞台 你也受害了耶 有人拿快點電視 就受害了你知道嗎 是呢 電視放你到處裡 就是讓你關照這樣而已 好 那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人 好 看到的時候 覺察 覺察了之後 讓你的心 慢慢的安定下來 每經過一次覺察 你的心都會更穩定 更著裝 要練習多久 前幾個月練習比較慢啦 後面慢慢練習 你就越來越熟悉了 反正火來了 覺察 滅熄你的火 外面呢 還是繼續在進行 你會討厭外面嗎 還是討厭 但是那個討厭的濃度 越來越低 為什麼 因為你越來越往你的內心走了啦 對不對 下次婆婆在念的時候 以前你都是愁眉苦臉 下次他在念的時候 忍不住都出一點笑容 哈哈哈哈 不是啊 因為 你已經進入到自己的世界裡面了 沒有在 完全被他的世界所籠罩 他變成一個 你的一個修為的觀照的一個借鏡 而不是一個給你施加壓力的一個完全來源 因為 壓力的來源在 我們自己 對不對 所以我們 其實所有人在看待別人的問題 都是輕鬆的啦 我們 我們知道很多人在抱怨的時候 我兒子都怎麼樣 我們大家都怎麼樣 你知道很多人在聽的時候 都是跟你講說 其實那我 我怎麼處理就好 這就不是你啊 如果是你 你完全沒有辦法處理 你如果來的時候 還要脫脫鏈 天啊 如果你的個性我了解 不過也不一定啦 如果你來 我們大家可以動風 沒問題了 對 是啊 所以我們 每一個人 我們每一個人齁 在看別人的事情很簡單 但是 回到你的內心的時候 就是 覺察 真的 慢慢的去覺知你自己 這個就是覺察 然後 然後 當你這個練習完之後 第三個我們要講的是 靜心 靜心它重不重要啊 靜心它很重要 你不要把靜心講得太複雜 你現在就可以做 不要做 因為我還在講話 那 你現在靜心我白講了嘛 那 所謂的靜心它是什麼啊 讓你的意念 休息 真的 讓你的意念 偶爾有放空的時候 人是一種非常喜歡 使用頭腦的動物 對不對 人非常的愛用頭腦 這個世界上任何一種生物 很難有一種生物 像人想這麼多的事情 一件加一件加一件加一件 所以 人齁 除非對自己很喜歡的事情 不然都很難專注 我常舉例說 像你在看那個 貓在吃鴿子 一隻貓 鴿子飛過來 貓在等鴿子的時候 牠有時間耶對不對 貓可以鋪在那裡 就像你在那個discovery 看老虎在等羊一樣 牠可以等在那邊 就兩個眼睛 一直鑽住的看那隻鴿子 有時候一等就半小時到一小時 就這樣看著牠 卸下鴿子的心房 看牠在吃東西 跳出去 跳出去 人有辦法嗎 今天假設你跟那個 貓換腦袋的話 你在那邊看 沒有燈 快點滑一下手機 人是不是這樣 人不習慣讓頭腦 處在一個完全靜止的狀態啊 因為你看著牠鴿子的時候 你不能亂想啊 你今天假設人換成貓的腦袋 是不是看到一半 欸 當時不會照耶 欸 人就是這樣嘛 他很難專注這件事情 因為人的頭腦會一直胡思亂想啊 所以 人每遇到任何事情的時候 今天 如果你沒有目標的話 你很容易就是處在一種亂想亂想亂想的狀態嘛 對不對 假設重大打擊的時候啊 你今天譬如說 遇到 先生出軌 今天如果 欸 先生 他有什麼出軌的行為被爆料的話 你一件事情 你會想無限多的事情欸 這到底是多久了 他們發展到哪裡 然後人的頭腦裡面會開始營造一些畫面嘛 所有 沒有被 爆的東西 所有女朋友沒有告訴你的東西 你是不是都腦補了 對不對 你一定會用你頭腦把它補充 補充完啊 變成一整齣的一個 完美的戲劇嘛 你 國中如果這麼有瞎作文 你早就可待一待了 你知道嗎 對啊 想像你這麼好 人家只要跟你說一條 無限上綱 真的 我看到你們齁 和某某女生齁 在錄人在牽手 你會想很多 不可能啊 他有可能在牽手 不知道在哪一間摩鐵啊 然後再找到三年前的IG 再找到三年前的FB 有喔 有這個人喔 欸 這還有修改過喔 不對勁喔 就是他喔 那 然後咧 越想 越焦慮 越緊張 你可以去找你老公對子嗎 他也會插你了 一定給你全部施口否認了 對不對 他只會跟你說對不起啊 那 其他的 其他的他也不知道跟你說什麼啊 然後你就一直要問他 問他問他 但是 沒有辦法啊 可是你頭腦裡面一直在腦補啊 所以 遇到重大事情的時候齁 你知道 其實真正人的痛苦 並不是在外面那件事情耶 都是在頭腦裡面耶 一直想 一直想 一直想啊 對不對 癌症恐怖恐怖 癌症恐怖 但比起來癌症更恐怖的是 大腦 因為醫生只跟你講 你得到癌症 醫生 很難想像 因為醫生很多都沒得過癌症 他不知道你頭腦子 那醫生個個得過癌症 你敢去看你 那你 醫生大部分都沒得過癌症 所以他跟你講癌症之後 他有時候無法想像 你的頭腦裡面竟然是那樣想的 欸死 要看哪裡了 要換醫生嗎 再來要怎麼開桌 開桌後化療 後來我頭門 頭門了 我頭門了 就像出雞了就一樣 再來 是要怎麼樣 再來 我如果這樣會不會死掉 我死掉我小孩怎麼辦 我老公看他德性 就不可能好好善待小孩 他不會再娶 到底怎麼辦 人頭腦就開始胡思亂想了 上幾大批 結果便宜卡連我來 不好意思誤診 都也冷 是我假想的 頭腦不會這樣 會亂想啊 是啊 有一次在面對這種疾病的 感情的 對啦 喔感情人 真的腦補能力超強喔 每次都是收到一點蛛絲馬跡 然後就把 那個 如果已經有人跟你講 你老公跟某個女生在路邊街舞 你開 接下來 你開車經過 整條馬路上的摩鐵 每一間都想像他們在裡面 好了這樣就好 因為有小朋友在現場 那你 你 你 今天這些畫面 腦補 一個頭腦沒有目標的人 很容易流於這個狀況 頭腦不停的在思考 一直在思考 想想想 想的全是什麼 垃圾 你的頭腦變什麼 垃圾桶 然後 想了一個禮拜變 垃圾車 再想了一個月之後 垃圾場 那這 這幾個人 這幾個人 幾堆 噴堆 全部都在裡面 你不要以為他沒有力量 信念創造實相 思想是有能量的 整堆 湊鼓鼓鼓 所以想久了 你看 三不五時 頭痛發作 頭暈發作啊 因為他想很多 那該怎麼辦啊 偶爾要讓自己 留下一點靜心的時間 靜心就是什麼意思 靜心就是把你的注意力 移到你的丹田 或你的鼻頭 或你的胸口 然後 從一數到十 從一數到十 簡單不簡單 不簡單 因為你的頭腦 那個垃圾堆又把你拉回去 但是 你在把它拉回來 你拉回來 那個垃圾就在自然蒸發 你的思想 它就慢慢的少 慢慢的少 思想越少 你人越輕鬆 因為 人齁 頭腦裡面 囤積了一大堆思想 把你的整個頭腦都降住了啦 疼得要死 真的 因為 所以 我們人齁 在一些時間裡面 你不見得要花時間 30分鐘 40分鐘的靜坐 如果有更好 如果沒有咧 沒有事的時候 把你的意識焦點 稍微拉回來一下 你沒有整天都那麼忙 你也沒整天都要滑手機啦 你今天如果出門齁 在那邊等排隊啦 單假牌啦 單嫌疏假 那時間不能靜心嗎 3號3號 我在靜心 你不能靜一下嗎 會得在那邊一直想嗎 你玩手機眼鏡會累好不好 所以 讓自己稍微靜一下 稍微靜一下之後 你的頭腦的思緒 會比較單純一點 你的靈光會比較打開 第四個就是愛 愛就是 讓我看一下時間啦 不然我怎麼裝那個tempo 1 2 3 4要講完啊 我總不能到4點的時候 不好意思 4點說2點 我跟2點還沒說齁 要聽得下來了 要糟糕 第四個就是愛 愛是什麼 愛自己 愛自己它是一個 人的一個很重要的修煉過程 我們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 自卑 沒有行動力 看不起自己 你覺得自己不夠好 是不是 一大多人都是這樣 你今天學歷再高 你有沒有可能到台大 你還是覺得自己很自卑 有可能 因為你看台大 不然你很壞 因為人只要要找自己 一定會找得到缺點存在啊 對啊 你台大有可能會給我們幫忙嗎 你台大Pox也有可能會給我們幫忙啊 對不對 你做個禮物也有可能會給我們幫忙啊 你還在公司CEO 你也可能沒人來啊 對不對 你也跟公司CEO一世人都沒人去幫忙啊 對不對 是啊 你心裡會有什麼感覺 我不夠好嗎 我不夠好嗎 好跟不好它決定在哪裡啊 自己的相信而已嘛 對不對 跟信心並相同啊 那只是自己的相信而已啊 你如何來培養這個從不好變成好啊 你如何學會愛你自己啊 你如何看到你自己的內心的那些你不足的地方 然後覺得 其實我也很好啊 對啊 我覺得我自己不夠好 但是我很好啊 能不能 是啊 我覺得我自己不夠好 可是 我全然的接受我自己 不然一個人齁 這個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嘛 對不對 每一個人今天 今天你不是學歷不夠高 就是那個事業不夠好 不然你就是太高 不然你就是太矮啊 對不對 這樣 不然你太胖啊 不然你太瘦啊 不然你太瘦啊 太矮的人羨慕太高的啊 太高的人說我這麼大材 我都小鳥一人啊 到底是多好大材算大好啊 對不對 對啊 女生太矮說我沒160啊 沒有到平均身高啊 超過160說我太高了 那 到底是多少就對了 太胖的人嫌自己太胖啊 太瘦的人說我再多個10公斤就好了 像他們那樣肉肉的看起來很好捏啊 難怪男生都喜歡 欸 到底是多少才標準啊 齁 所以 學歷太高說我就是學歷最高的 沒有人要推啊 學歷最高說我學歷這麼多 有夠 沒面子的啊 啊到底學歷多少算大好啊 到底是多少大好啊 是啊 所以 人齁 總有辦法嫌棄你自己不好 好跟不好他到底決定在哪裡啊 認知嘛 你如何認為自己很好 接受你自己 從哪裡接受你自己 從你每一次覺察的意念裡面 接受你自己 當你覺知到你有受害者的意思 有受害者意思的你好不好 好啊 太棒了啊 因為你已經有覺知了啊 好 覺知到什麼 太矮 矮啊太矮 那是對你的受害者意思 已經覺知到了啊 你很好啊 當你覺得你其實一切都很好 你就超越掉那個好不好的分別了 了解不 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根本沒有好跟不好的差別嘛 對不對 好跟不好美跟不美 那是人的定義嘛 對不對 世界上所有的動物都沒有這種定義的啊 蟑螂美不美 對啊 公的蟑螂怎麼看母的蟑螂 都覺得他是全世界姿色最棒的啊 只有你才覺得他醜啊 他明明覺得就很棒 你如果要拿林志玲去玩 捕的蟑螂 鋼的蟑螂怎麼賣 不好意思啦林志玲我知道你不會聽課 那你 那 那我不會舉例啦 那你 現在 你 蛤 為了要幫他上我會學日文 那 我明天起就要學日文 為了有機會幫林志玲上一下課 那 那 所以 我們齁 自我覺知 自我覺知之後 你 愛自己 全然的接納自己 接下來 就是努力創造自己的人生 因為 當你的 內在已經慢慢的 安頓之後 接下來 更重要的愛自己就是 你的目標在朝哪裡 你就往哪裡去創造 你會慢慢的發現齁 信念創造十項過去 你是著重在信念上面 等到你的心在翻轉的時候 十項 一項 又一項跑出來 從第一項到第十項 共十項 那 那 你的 十項 會一件又一件的跑出來喔 為什麼 因為你的心定了 你的意念 強大了 你的冥想 符合到你的行動了 接著 你會發現你的外境 慢慢的如你的所願 越來越 美好 越來越 符合你的期待 所以 我們才說齁 在聖經理團體裡面齁 你只要抓到這個原則就好 你不用信太多的神 你也不用信太多的什麼 你只要讓自己的心穩定在信心 覺察 靜心跟愛裡面 你慢慢就會成為一個 你喜歡的人 創造的就是你喜歡的人生 好不好 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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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